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知道 似乎只是简单地在翻弄我的东西而已 似乎没有什么恶意 没有恶意 陈自立跳了起来 这可是鬼 是鬼啊 你却若无其事地说他没有恶意 我再重申一遍 这 只是只怪物 不是鬼 阿宅依然是那平静的语气 请不要把概念弄混 鬼是 好了 不要再说那些没有用的了 吴清清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有些窃窃地看着阿宅 你给我们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是痛痛乖乖地说出来吧 很简单 这个怪物在这里盘踞了这么长时间 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有人因为他而送命 但是他毕竟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我想要做的 就是送他离开这里 阿宅缓缓地说道 但是 毕竟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虽然我有信心可以正面地和他对抗 但是在对抗之前 我怕我会受不了他的催眠而昏睡过去 所以 我需要帮手 何鬼正面对抗 你是不是大脑有病啊 陈自立大声地吼了起来 你是疯子 不代表我们也要和你一起疯 你凭什么和鬼对抗啊 就凭你凶大无脑吗 就凭这个 灵力孕于右手 一只闪烁着寒光的兵剑 在一瞬间出现在了阿宅的手上 那锋利的剑尖 明晃晃地对着陈自立的脖子 让他的吼声 仿佛被着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掐断了 还有 我最后一次声明 这是个怪物 不是鬼 哇 阿宅好厉害啊 原来你真的会法术啊 扬言惊呼出声 当然 要不然怎么可能和怪物抗衡 阿宅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这不过是小手段而已 更厉害的招式我也会 我拒绝 吴轻轻皱着眉头说道 陈自立说得对 这种东西 不管它是什么 都不应该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应该去接受的东西 我们不过是平凡的普通人而已 也不会你那些所谓的法术 相比较之下 我们更珍惜我们的生命 如果你要和那个东西对抗 那么你就去好了 不要拉上我们这些无辜的普通人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今天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 是马上就走 说完这句话 吴轻轻站起身来 看着陈自立 你是我们这个队伍所谓的队长 你的意思呢 我同意轻轻的话 陈自立趁着阿宅听吴轻轻说话的空档 往后退了一步 躲开了那兵剑的剑芒 我也要走 不管你会不会法术 那都与我们无关 我只是想平静的活下去而已 什么妖魔鬼怪的东西 与我不关 阿宅皱了皱眉头 其实若是真的和那个怪物打起来 阿宅倒是不怕 自从开始练习名要给他的那一本 练器术之后 他的信心空前的膨胀了起来 可是要想正面的对抗那个怪物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撑过那一阵对于大脑的催眠时间 对于这一点 阿宅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 毕竟昨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 昨晚的他精神已经高度集中了 但是还是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所以他需要一个帮手 一个能够将他从催眠状态下面唤醒的人 啊 就在三个人争论的档口 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醒视器的杨炎 突然惊恐地大声地叫了去 怎么了 杨炎的惊叫声引起了三个人的注意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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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 看我们 看 看 在 在看着 杨炎捂着脸 惊恐地大声地叫着 在绿色背景的画面里面 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唯一能够看到的 就是那充满着血丝的黑白分明的眼睛 一只巨大的眼睛紧紧地贴着屏幕 就像是在屏幕里面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几个人的表演 吴清清看了一眼屏幕 吓得立刻跳了起来 躲到了陈自立的身后 而陈自立本来就被那个画面吓得六神无主 被吴清清这一转 直接就失去了平衡 坐倒在地上 腿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不光是那三个人 就连阿宅 他的心也猛地跳了一下 这段录像 他事先已经看过一次了 就是在下楼之前 他已经仔细地看过一遍了 每一个细节 他都记得很清楚 这个怪物在翻过东西之后就缓缓地重新贴回了那个抽屉 而那个抽屉也慢慢地关了上来 可是这一段影像是阿宅在早上没有看过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早上看漏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不 早上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一段影像的 阿宅在脑海中回想了一遍 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场面 他是绝对不会漏掉或者是忘记的 那么只能说明 这一段影像是刚刚第一次出现在几个人的面前的 这个怪物的动作 难道是我们在观察他的同时 他也在观察着我们吗 笔记本的屏幕突然黑了下来 一切变成了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 阿宅在键盘上按了几下 又晃动了一下鼠标 没有任何的反应 似乎是死机了 这 这是坏心眼的女人 陈自立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你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下 让我们吓了一大跳 阿宅没有说话 不是他没有提醒 而是他也不知道居然会有这么一段影像 电脑似乎是死机了 阿宅关掉了笔记本的电源 重新启动起来 Windows的启动画面重新地出现在了屏幕上 那平时看上去有些枯燥的启动程序画面 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亲切 起码他在提醒着几个人 现在是在现实的世界 是充满科学与技术的世界 阿宅看着三个人说道 总之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如果要走 我也不留你们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之间 能够有一个人留下来帮我 吴轻轻摇了摇头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今天我一定要走 我不过是个公司的普通职员而已 我可不想和这种东西打交道 不要看我 我不过是个宅男而已 陈自立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仿佛阿宅的身上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阿宅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杨岩的身上 杨岩低着头 对不起 我胆子小 好了 没有关系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阿宅站起身来 这种场面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阿宅倒是没有多么意外 阿宅 跟我们一起走吧 好吗 嗯 扬言拉住了想要离开的阿宅 不要管那么多的事情了 这事情本来就不关我们的事 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好了 和我们一起走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恐怕会很危险的 阿宅回过头 微微一笑 不用担心我 你们还是担心一下 你们自己好了 我有种预感 这种东西 不会那么简单的 被摆脱的 说完这句话 阿宅走出了 吴清清的房间 留下三个人 面面相去 陈自立干笑了两声 哈哈 真是个 真的是个坏心眼的女人 临走还要吓唬我们一下 不管她说什么 我都要走 这地方 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 吴清清开始收拾东西 陈自立 吴清清 扬言三个人 各自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站在旅店的门口 阿宅并没有出现 似乎没有想要送他们的意思 杨言回头看了看 一个少女的背影 站在二楼的窗台前 似乎是在冥思苦想 心中有些不忍 杨言 你在干嘛 快点走 要不然就赶不上车了 吴清清在前面喊道 这里一天可就只有两班车 可以到附近的城市 不快点走就来不及了 杨言咬着嘴唇 有些苦恼 虽然阿宅平时冷冰冰的 但是毕竟是一起出来的 一个队伍的同伴 将他一个人扔在这里 有些于心不忍 对于自己生命的珍惜 战胜了那心里的小小的不忍 杨言叹了一口气 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阿宅从杯囊里面掏出了两本奇怪的书 不停地翻着着 需要想个办法 如果能够知道这个怪物 是什么种类的就好了 坐了三个小时的长途车 三个人有些累了 但是能够远离那个诡异的旅店 三个人的心里还是轻松了一些 从车上下来 看着四周闪亮的霓虹灯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终于回到城市里了 吴清清皱着的眉头终于松开了 还是在这种倒车都是人的地方 才会让我的心更加的安定一些 无法是再也不去那种偏僻的小镇子了 天色已经晚了 我们去找个旅馆先住下吧 等到天亮了之后 我再去买回去的飞机票 陈子李说道 一号 吴清清伸了个懒腰 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今天晚上可以安心地睡一觉了 我有些担心阿宅 杨言在一旁小声地说道 他一个女孩子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他自己选的由不得我们 吴清清打断了杨言的话 就算是出了什么事 也是他就有自取而已 三星级的旅馆 各种设施要比那个小镇的小旅店 要好得多了 杨言从浴室里出来 擦干了头发 再次打开了放在床上的笔记本 用旅馆的网络连上了网 他回想起那一晚的情景 杨言的心里有些怪怪的 似乎所有的不寻常 都是从那一天 那个有着裤子头像的男人 发过来的消息开始的 将脑子里的那些奇怪的想法抛出去 杨言点开了网页 想看看最近有些什么新闻 X城市发生杀人事件 两青年在家中 被人从背后用力气杀死 案件正在调查中 据警方透露 这是一件密室杀人事件 房间的门和窗户都被反锁 没有任何有人进入过的痕迹 对于凶手的杀人手法 警方还在调查中 一则并不起眼的新闻 引起了扬言的注意 两张死者生前的照片 显示在新闻稿的最下面 而其中的一个 杨言觉得有些眼熟 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当天的晚上 阿宅没有再回到 那个诡异的房间里面过夜 而是回到了一开始 自己住的那个房间 狂热 不代表鲁莽 在没有想出能够对付 那个怪物的催眠的方法之前 阿宅不会再轻易地 踏进那个房间了 阿宅躺在床上 有些郁闷 杨言将笔记本也拿走了 如果电脑还在的话 或许在网络上面 能够找到一点 关于那个怪物种类的 周丝马迹 阿宅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若是那个人的话 或许会知道一些 关于这种怪物的情况 不过阿宅想了想 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上次的校园换人事件之后 明耀的那些数落的话 他依然还记在心里 不能轻易地低头 是阿宅的原则 在修炼了那一本炼器术之后 阿宅的信心 愈发地膨胀开来 他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 破解这个谜团 收拾掉这个怪物 不能够让明耀看清自己 现在整个旅店里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另外一个屋子里 住着的那对夫妻 还没有回来 而老板娘 也因为十年后的 这次怪事的发生 不敢再住在这里了 将旅店的大门钥匙 都交给了阿宅 自己躲到亲亲家里去住了 整个旅店空荡荡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如同是一个死城 安安静静 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开门声 在这寂静的夜里 这声音打破了宁静 显得是如此的明显 阿宅皱了皱眉头 对面住着的这一对夫妻 的确是有些古怪 每天天还没亮 就离开了客栈 一直到深夜才会回来 而且每一次都听不到 他们上楼的脚步声 就如同是幽灵一般 伸出鬼目 一直到走到门口打开门 才能够从那些老旧的房门 打开的声音中 判断出对面回来人了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 更加让阿宅奇怪的是 每次见到的都是那个 模样和夜小蒙 长得很像的女人 却从来没有在二楼 见过那个女人的丈夫 只有在每天的清早 才会见到那个 面目猥琐的男人 站在旅店的门口 等着那个女人 从旅店里出来 难道这怪物的出现 和这对奇怪的夫妻 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念头只是一瞬间的 从脑海中闪过 阿宅就否决了这个可能性 按照老板娘的话来说 这怪事是十年前就有的 而这对夫妻 不过是在她和杨颜 他们几个人 来到这个小镇之前 没几天才来的 而且这个怪物 应该是和十年前的 失踪的那个少女 有些关系 和这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不大 或许这个女人 能够帮得上什么忙 阿宅从床上爬起来 走出了房间 不管那个女人 能不能帮上忙 发生的事情 还是需要和她说一下 就算她不愿意帮忙 也不能在她对这一切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继续住在这里 事情要跟她说清楚 要走要留 还是要帮忙 由那个女人来决定好了 阿宅敲开了对面的房门 有什么事吗 门打开了一条缝 那个女人的半张脸 从缝隙里面露了出来 仍是那一副高傲的表情 和冷冰冰的话语 可以谈谈吗 阿宅没有在意 那个女人脸上 不耐烦的表情 缓缓地说道 我需要和你谈吗 女人的嘴角 微微地弯起 露出了一抹 带着讽刺的笑容 你又有什么 可以和我谈的 关于这个旅店的 这里不太安全 似乎是有些 不干净的东西 我的同伴 和旅店的老板娘都走了 去避一避 我觉得 既然你也住在这里 有权知道这些事情 哦 看来你是在担心我了 女人笑了起来 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 有干净的东西吗 这个女人不简单 这是阿宅脑袋里面 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若是普通的女人 听到阿宅的这种话语 第一反应 恐怕就是惊慌失措 毕竟对于鬼怪这种东西 女人的抵抗力 几乎是等于没有 咚的一声 房门关上了 阿宅愣了愣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女人 早就知道这里面 有怪物的事情了吗 而且还并不害怕 请进吧 一阵打开门栓的声音响过 房门再次地打开 女人的脸上带着一股 饶有兴趣的笑容 出现在了门口 或许我们可以聊聊 我对于你所说的 不干净的东西 很有兴趣 阿宅坐在椅子上 开口说道 我叫阿宅 你先生不在啊 还是没有回来吗 叫我妹就可以了 女人笑着给阿宅 倒了一杯水 递给了她 不必理她 还是说说你所谓的 那个不干净的东西 的事情吧 这女人的手 看上去虽然很心细 但是似乎 里面蕴含着 相当强烈的力量 莫非 这个女人也是零能力者吗 可是为什么 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 我和她的差距太大了吗 阿宅接过了妹 递过来的水杯的时候 和妹的手指轻轻的一碰 阿宅感觉到了 那看上去 犹如葱白一般纤细的手指 似乎不像是 表面上表现的 那么柔弱 而且似乎 有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这手 一定杀过人的 阿宅的心里想 不要紧吧 看你似乎有些 魂不守舍的样子 阿宅正在出神 妹轻声地笑了起来 那笑声 阿宅看在眼里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太一样 虽然样子有些相似 但是这种笑容 就如同是 正在猎食的野兽一般 而小萌笑得很干净 如同水晶一样无瑕 也许只是凑巧 样子长得像而已吧 阿宅将旅店的 那间房间发生的怪事 和当晚的监控录像的情形 和妹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说的过程之中 阿宅仔细地观察着 妹的神情 没有意外 也没有惊恐 这样子 就像是在听一个 精彩的故事一样 难道是因为这个女人 觉得我说的话 不是真的吗 总之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同住在这里的房客 我觉得你有权利 知道这些事情 阿宅说的 那么 你来跟我说这句话的目的 只是单纯地告诉我 这里有怪物 要我离开吗 继续说下去吧 我想 你应该还有其他的目的 否则 不会跟我说的这么详细 你只需要告诉我 这里有鬼 要尽快离开就行了 妹笑了起来 这样说的 阿宅点了点头 不错 看样子 你应该也是零能力者吧 而且 能力应该比我强得多 我需要你的帮助 零能力者吗 算是吧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妹 咯咯地笑了起来 仿佛是听到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那个怪物 能够在不知不觉之中 将人催眠 虽然我有信心 能够在正面交锋之中 打败它 但是对于那种催眠的能力 我无能为力 我需要有人让我保持清醒 或者是 能够将我从催眠的状态下叫醒 这倒是件简单的事情 可是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妹歪着头 看着阿宅 我又为什么要帮你 或者说 你为什么要杀那个怪物 啊 阿宅被这句问话给奔愣了 那个怪物伤害到你了吗 还是单纯的只是 你的正义感作祟而已啊 妹带着笑容说道 我想知道 虽然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那个怪物会伤人 但是我想 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吧 阿宅想了一下 说道 谁也不能够确定 一个怪物 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 毕竟 用人类的思考方式 去猜测怪物 这是行不通的 人类的思考方式吗 人类还真是喜欢 自作聪明的生物啊 妹叹了一口气 我可以帮你 让你从被催眠的状态下 瞬间醒过来 但是 我不会出手帮你消灭那个怪物 可以吗 阿宅点了点头 这个没有问题 那种事情 我来做就可以了 毕竟 这么有趣的事情 不能让别人夺走 那好吧 你准备好了之后 行动之前 提前通知我一声就可以了 妹 缓缓地说道 明天 可以吗 今天有些晚了 而且 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阿宅问道 可以 你明天做你自己的事情 就可以了 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的 妹 点了点头 那好 就这样吧 多谢了 阿宅站起身来 走到门口 就在要走出门口的时候 突然又停住了 阿宅开口说道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 我感觉不到你身上的灵力强度 是因为你太强 而我太弱的缘故吗 这个吗 应该是我的灵力 比较特殊的原因吧 妹 沉吟了一下 说道 嗯 我的灵力强度 是不能用普通的方法来衡量的 而且 我也并不是普通的灵能力者 阿宅点了点头 满意地离开了妹的房间 因为我不是灵能力者 我是一只妖怪呀 看着渐渐关上的门 妹用手轻轻地拖着下巴 微微地笑了起来 有趣的小姑娘 看来我的妹妹身边 有着不少有趣的人呢 或许 我可以考虑一下 在无聊的时候 也和那个名要接触一下 会给我带来一些 意外的乐趣 也说不定呢 一只桂林 还是被人发现了踪迹的桂林 这个刚刚入门的菜鸟 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从妹的房间出来 阿宅躺在床上 心情无法平复 这应该是第一次 独自来解决一个灵异事件 对于明天晚上的到来 阿宅的心里 有着兴奋 有着期待 也有着一丝的不安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 不过短短的 十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但是阿宅还是感觉出了 妹对于她 似乎有一种轻视 这种感觉不会错的 而且根据妹的话来说 她是属于比较独特的个体 所以阿宅才不能够清晰地 感觉到妹身上的灵力 到底有多强 可是阿宅知道 这个看上去很高傲的女人 绝对有可以高傲的资本 这个女人很强 而且很危险 在妹的房间的时候 虽然妹只是平静地听着阿宅的叙述 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 但是阿宅还是感觉到了 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 几乎能够让人窒息的强大力量 而且夹杂在那力量之中的 还有淡淡的血型气息 如同是一只猛兽 平静 一定要平静下来 把状态调整到最好 阿宅深吸了一口气 再缓缓地吐出来 不能够让这个女人看扁 明天一定要用最好的状态 来迎接这一切 闭上眼睛 阿宅的心里不禁泛出一阵酸溜溜的感觉 那个名要 还有那个刘天明 甚至连叶小萌都要比他强大 只是在旅行途中 无意中遇到的女人 也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阿宅不禁有些怨恨 怨恨于自己的弱小 还有一丝的嫉妒 那个女人 那个名要 也许她们的强大是有原因的 毕竟她们都是正宗的灵能力者 而且又修炼了这么多年 可是叶小萌 为什么连叶小萌也要比我厉害 她明明根本就不曾修行过 一阵奇怪的声音 从隔壁传来 把阿宅从胡思乱想之中惊醒 隔壁是后来吴卿卿住的房间 现在应该没有人住了 怎么会有声音 难道是那个怪物 她可以离开那个诡异的房间吗 似乎是一阵一群摩擦的 缩缩的声音 阿宅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集中精神 如果这声音是那个怪物发出来的 那么就说明 这个怪物是可以离开那间房间的 而隔壁没有人 那么 那个怪物的下一步 会不会就是来到这个房间来 动 动 似乎是什么东西敲击地板的声音 那声音虽然很小 但是在这宁静的夜晚里 却是清晰地传进了阿宅的耳朵里 出来了 阿宅能够清晰地分辨出 那声音已经从吴卿卿的房间里 移动到了走廊上 会到我的房间来吗 我准备好了吗 而对面的那个女人 会出手吗 阿宅紧握的手里 全是汗 不要吵 我明天要早起的 你难道不知道 睡眠不足是女人美丽的大敌吗 从对面传来的媚的怒吼 那巨大的声音吓了阿宅一跳 那一动的声音 哑然而止 整个旅店再次地恢复了宁静 就仿佛刚刚传来的那个声音 只不过是阿宅的幻觉一样 没有了声音 那个怪物是停止不动了吗 还是 要不要出去看一看呢 阿宅有些犹豫不决 不要着急 我们说好的时间是明天 妹的声音再次地从对面传了过来 今天就先休息吧 阿宅皱了皱眉头 打开了房门 走廊上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一盏昏暗的小灯亮着 没有照亮走廊 反而让整个走廊 有些阴森的感觉 隔壁的门关着 阿宅将手中凝结出兵箭 猛地打开了吴清清房间的门 什么也没有 这个女人只是用了一句话 就将那个怪物吓跑了吗 是那个怪物太弱小 还是这个女人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真该死 这里不是南方吗 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雪 我问过了 高速公路和机场都已经因为大雪关闭了 陈自立一边拍着衣服 一边咒骂着走进了房间 吴清清皱着眉说道 这么说今天我们是走不了了 这么大的雪也不能出去逛街 真倒霉 这次的旅程怎么这么不顺利 多住一天而已 明天说不定雪就化了呢 这里是南方 不要紧的 扬言终究是摆弄着她的笔记本 头也不抬地说道 陈自立的心中暗暗叫爽 经过了一个晚上 三个人心中在小镇的那股阴影 差不多都已经消散了 毕竟不是真的亲眼目睹的那个怪物 看的不过是阿宅找出来的监控录像而已 这种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场 比较吓人的恐怖片一样 虽然当时的心里很害怕 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慢慢地就会淡忘了 没有了恐惧感 陈自立的脑袋又开始活动起来 这次出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把上一个女人 而失败的是 跟着她一起来的这三个女人 很明显地都不是省油的灯 眼看就要回去了 陈自立的心里着急 却是没有什么办法 这场风路的大雪倒是正好合了陈自立的心意了 回去之后恐怕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还是趁着在一起的时候 就算是占点便宜也好 阿宅是不可能的了 而扬言太小了 不合陈自立的胃口 看来看去 只有在这个吴清清的身上做做文章了 陈自立摸了摸贴身的口袋 吴清清看上去是一副都市女性的样子 似乎对于一夜情之类的东西 没有什么意见 就算是上过了 也不会有多大的反应的 陈自立咽了一口唾沫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她就可以占了便宜就溜 把所有的痕迹都消除掉 吴清清也不会知道的 最多是当睡了一觉比较累而已 清清啊 不如这样 我陪你聊天 你就不会感觉到闷了 陈自立一脸堆笑地 塑到吴清清的旁边 和吴清清的身体离得很近 聊天 吴清清看了陈自立一眼 露出了一个妩媚的笑容 也没有露出任何不快的表情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吧 什么话 陈自立将胸口拍得咚咚响 不要小看我 我可是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是不会露出一副色秘秘的样子的 在一旁玩笔记本的扬言 开口说道 你倒像是一个有嘴心 没嘴胆的四郎 吴清清据着嘴巴大笑了起来 那高耸的胸部上下的起伏 看得陈自立直流口水 我看得出来 你似乎是对我的身体很有意思 察觉到了陈自立的目光 吴清清也不闪躲 反而将胸部挺了挺 你们男人的心里想些什么 我明白得很 网友见面 一夜情之类的 我都明白的 你们男人的心里想的全都是这些东西 对于这种事情我也无所谓的 吴清清站起身来 轻轻地弯下腰 用一根手指挑起了陈自立的下巴 只不过 你的条件太差了 没有钱也不帅 所以 吴清清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陈自立的脸 很抱歉 不能满足你的欲望了 说完 吴清清一扭一扭地走掉了 而扬言也抛下了一句 真恶心 也抱着笔记本回到了房间 只留下陈自立一个人待坐在那里 妈的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居然说得这么明白 视了眼的女人 陈自立暗自地骂了一句 哼 真是 如果要是碰到的是个有钱的男人 恐怕早就劈开腿躺下了吧 本来 我还是有点不安的 不过既然你是这种女人 哼 我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陈自立用手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东西 哼哼 就算是没有钱 我也一样可以享受你的身体 而且 还不会让你知道 清清 可以聊聊吗 吃过晚饭之后 陈自立拿着几瓶啤酒 敲响了吴清清房间的门 怎么 想直接灌醉我之后 直接墙上吗 看到陈自立手中的啤酒 吴清清 吴清清 妩媚的一笑 将陈自立 请进了房间 不过可惜啊 我的酒量 好得很 恐怕 你要换成等量的白酒 才行了 开玩笑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那么做呢 陈自立笑了笑 再说了 我的酒量很差 恐怕在你喝醉之前 我就已经醉了 吴清清看了陈自立一眼 接过啤酒打开来 喝了一口 吴清清倒是不怕陈自立会灌醉她 她对自己的酒量 还是有着相当的自信的 喝掉了 陈自立将啤酒放到嘴边 轻轻的抿了一口 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这东西可是好不容易 才从做医生的朋友那里弄来的 只要半颗 就可以让人失去意识的同时 身体还有着本能的反应 而药效过了之后 会有一段时间的记忆模糊 忘掉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可是将整整一片都磨碎了 放进去的 看来今天晚上 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 享受完了之后 只要再给她穿好了衣服 离开这个房间回去睡觉 神不知鬼不觉 等到第二天她醒来的时候 连喝酒的事情 也会忘掉的 头好痛啊 吴轻轻没有睁开眼睛 头痛欲裂的感觉让她皱起了眉头 是因为睡得不好吗 吴轻轻轻睁开了眼睛 天已经亮了 她感觉头脑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 比喝醉了酒还难受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怎么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吴轻轻轻ως中火 吴轻轻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似乎是有人敲门 然后我打开了门 之后的事情 忘记了 怎么会 吴轻轻感觉有些口干 想起来喝杯水 怕挣扎了一下 却发现一个男人同样是去身裸体的压在他的身上 这个人是陈自立 该死的东西居然敢给我下药 吴清清在一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飞快的跳下床狠狠的朝着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陈自立的身上踹了一脚 你倒霉了你 本来要是你求我 说不定老娘还能心甘情愿的和你睡一次 可是你居然敢给我下药 我要去报警抓你 喂老娘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吴清清又狠狠的踢了陈自立一脚 可是奇怪的是陈自立依然是一动不动 喂你顺速过去了吗 吴清清猛的掀开被子 眼前的场景把他吓呆了 一道恐怖的巨大伤口出现在了陈自立的背上 血从伤口流出来 已经干涸了 白色的床单和棉被上沾满了血迹 吴清清这才发现 不只是床单 就连他的身上也有着不少干涸的血迹 啊 谁啊 清晨的旅馆房间里面 传来了女人惊恐的叫声 阿宅躺在那一间有怪事发生的屋子的床上 精神集中到了极点 住在对面的妹还没有回来 这让阿宅稍微有些担心 经过了昨晚的交谈之后 住在对面的那个女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 早上一早仍然是和往常一样离开了客栈 和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那个猥琐的男人一起走了 到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阿宅倒是有些担心 倒不是担心妹的安全 她担心的是妹能不能够赶在那个怪物出现之前回来 如果没有妹的唤醒 阿宅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抵挡住那个怪物的催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阿宅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躁 阿宅看了看手表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很奇怪的 那个怪物没有出现 而妹也没有回来 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昨天晚上妹的那一声 惊吓到了那个怪物 让她不敢再出现了吗 就在这紧张而又不安的心情中 阿宅度过了这一夜 这是安静的一夜 妹没有回来 而那个怪物也并没有出现 一切都很正常 就仿佛那一切不过是她的梦境一般 看着窗外渐渐升起的太阳 阿宅有些丧气地叹了一口气 伸了一个懒腰 准备回房去休息了 就在阿宅走出那间有怪事发生的房间的时候 却正好看到妹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准备出去 阿宅一愣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还以为你昨晚没有回来呢 妹微微一笑 昨晚的确是回来的很晚 不过就算我不回来也不要紧的 不是吗 阿宅皱了皱眉头 听妹的意思 似乎她早就知道那个怪物 昨晚不会出现一样 阿宅刚想问些什么 却听见手机在响 她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扬言的号码 微微一愣 就在阿宅愣神的功夫 妹已经走掉了 出了旅馆 和那个相貌猥琐的男人一起走了 什么事 阿宅激起了电话 杨颖怎么会这么早给她打电话呢 阿宅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杨颖在那头气不成声地说道 阿宅 救命啊 救命啊 要死了 我们 我们都要死了 到底什么事情 说明白 死了 陈思丽死了 昨天晚上 被杀死了 清清姐 也被警察带走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问我好怕呀 死了 怎么死的 阿宅皱着眉头问道 陈自立死了 难道是 我不知道 我听到清清姐的喊叫 去她房间的时候 警察已经来了 都躲在门口不让我进去 我只看到了很多血 整个床上都是血 阿宅 求求你 快来救救我吧 要不然 我也会死的 杨颜在电话那头几乎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告诉我地址 待在那里 我很快就到 说完这话 阿宅 扣掉了电话 阿宅有一种预感 陈自立的死 似乎与昨晚那个怪物没有出现 有什么关系 因为下大雪 封路的缘故 阿宅足足用了六个小时 才到达了杨颜他们住的旅馆 一见面 杨颜就扑到了阿宅的怀里 身体不停地颤抖 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阿宅安抚着杨颜 说给我听 到底怎么回事 昨晚 我睡得很晚 早晨迷迷糊糊地就听见清清姐在隔壁大叫 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 警察已经来了 把清清姐带走了 还把我也叫去问话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清清姐的身上也有血 而那个床单上也有很多的血 去警察说 陈自立昨天晚上被人杀死了 就在清清姐的房间里面 被人从身后用刀捅死了 杨颜镇定了一下情绪 才把事情告诉了阿宅 被人捅死了 谁干的 我知道 杨颜摇了摇头 清清姐的房间的房门是繁琐的 窗户也是关着的 所以警察说 清清姐的嫌疑最大 可是却没有找到什么凶器 阿宅皱着眉头说道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我又不是警察 杀人的案子 让警察来查不就好了吗 不 你听我说 扬言急忙摇着头说道 我觉得 陈自立不是清清姐杀死的 不 陈自立不是被人杀死的 我怀疑 陈自立很有可能是被某些 不干净的东西杀死的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阿宅来了兴致 记得 当时你在我电脑上看到的那张符吗 扬言说道 我昨天看了一篇新闻 上面说 在X市 有两个男人 也是在密室里面被杀死了 和陈自立的死法一样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 直到从警察局回来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死掉的那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 就是当晚和我视频聊天 并且传给我那张符咒的人 密室杀人吗 而且是在隔着半个中国之外的城市 同样的杀人手法 如果真的是同一个凶手的话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穿越这么远的距离 那么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真的是灵异事件了 阿宅咬着指甲思索着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确定陈自立的死 和那两个男人的死 有没有相同之处 阿宅让杨炎打开了笔记本 找出了那一天那条新闻 仔细地看了几遍 你安心地待在旅馆里面 不要乱跑 我去警察局打听一下 阿宅站起身来说道 不要 我不要一个人待在这里 杨炎紧张地摇摇头 死死地抓住了阿宅的手 现在是白天 你是安全的 我会在天黑之前回来的 放心 阿宅正托了杨炎的手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我杀的人 你们要问我几次啊 吴清清大声地吼叫着 放我走 我要离开这里 这里太不安全了 我要回家 小姐 请你镇定一点 审讯的老刘也有些无奈 自从吴清清被带到警局之后 情绪一直都很不稳定 又哭又叫的 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审讯 门口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老刘看了一眼 外面的一个同事 朝着他招了招手 示意他出去一下 怎么了 老刘走出了审讯室问道 老刘 这女人的血液检测报告 已经出来了 已经确定 她被人下过药 这种药物是管制的 是很难弄得到的 根据她的血液检测报告的显示 她体内还有这种药物的剂量相当高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 恐怕昨天晚上整个晚上 都应该是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之下 不太可能杀人 来敲门的警察 是警局的验尸官 他将手中的报告递给了老刘 而且我们在尸检的过程中 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面 找到了这种药物的残留 可以肯定 死者昨天晚上给这个女人下了药 想要强奸这个女人 却在半夜里被杀死了吗 老刘接过了报告翻了翻 哼 这种人倒是该死 可是照这么说来 这个女人整晚都是昏迷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死者呢 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杀人的绝对不会是这个女人 验尸官摇了摇头 凶手绝对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我看过伤口了 一刀直接从背后插入心脏 刀口整齐得很 力量很大 这种伤口 只有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 用相当锋利的刀 才能够造成的 女人 是不可能的 那不就神了吗 老刘苦笑着说 渔馆走廊的监控录像上显示 死者进去之后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 出入过那个房间 房门和窗户也是繁琐的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 从外面进入过房间的痕迹 密室杀人案呢 难道是鬼做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了 我只管和死人打交道 验尸官笑着拍了拍老刘的肩膀 努力吧 这么富有挑战性的案子 可不多见 如果被你搞定了 你就生定了 凶器 找到凶器的话 这案子就好办多了 老刘陷入了沉思 屋里面到处都找过了 都没有找到凶器 而且根据第一目击者的供述 和旅馆监控录像 除了那个女人之外 没有任何人在出入过那个房间 而那个女人从房间出来之后 一直都有人陪同 不可能有机会处理掉凶器的呀 唉 这么说来 凶器应该还在那个房间里 到底会在哪里呢 如果根本就没有凶器呢 一个少女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或者说凶手根本就不是人 没有凶器 老刘抬起头来 看到一个高挑的少女 慢慢地走了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 警察局也可以随便乱逛的吗 我是吴清清的朋友 来打听一下那个案子的情况 身材高挑的少女 脸上带着冷冰冰的表情 我听到了你们的话 既然吴清清不可能是凶手 可以让我把她带走吗 不行 老刘斩钉截铁地说道 现在看来这个女人的嫌疑是最大的 不可能放她走 可是你们都说了 凶手不可能是女人 只有用相当锋利的凶器的成年男人 才可能是凶手 而且他在这里的话 我很有可能顾不上他